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长乾坤 回事烟子无人闻 一阵黄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你说说你们这些账方都是干什么吃的 我让你们查账 查查庄和私庄的账 是为了筹措资金 你们现在好了 查了半天查出一堆欠账 还得我们去倒还钱 我们也是没办法 我们合并的丰泰茶庄亏空太大 反而成了包袱 大哥 你不是喜欢和丰泰合作吗 而且你还说丰泰做得不错呢 阿弟啊 这哪是我喜欢的嘛 这是阿爹在世时候的老客户 我不多说了 就算我的过失 你的过失有用吗 我现在急需用钱 你能给我拿来吗 二少爷 丰泰行来了一位大客户 大客户 见见吧 好 就是那 我要见曹掌柜 你们是他什么人 我是玉兰堂的高云飞 曹掌柜家里出了点事 现在他们的丰泰茶行由我们掌管 我听我的下人说 你是来向曹掌柜讨货款的是吗 我看你们下人是传错了吧 我来的目的是和曹掌柜做一笔茶叶生意 可是我现在把钱带来了 他人却 怎么称呼您 梅州乔家高山茶社掌柜的 我叫乔琪 来 为乔小姐接风 干一杯 都说梅州人能干 但是乔老板一个先弱女子也走这么远来谈大生意 真是让我敬佩啊 没办法 爹妈死得早 十岁出头就跟师父跑马头 十五岁就已经挑大梁了 什么好人坏人没见过 要不然的话 跟两个男人在这里喝酒 还不怕被人算起来 好 果然是女中豪杰 既然如此我就有话直说了 冯泰是我们接收的 但是她已经是金玉其外败叙其中 如果当时你真的和姓曹的做生意 恐怕你的钱都被她骗光了 那像你这么说的话 我没做成这单生意 算是万幸咯 应该这么讲吧 话是这么说 可是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做成这单生意 只是碰到这档倒霉的事情 可是我钱都带来了 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 其实这个我也想过了 乔小姐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吗 东家不合西家合 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 跟我们玉兰堂合作呀 乔老板 你笑什么 我笑高老板真是会见缝插针呢 可是 你们茶庄都关门了 我拿什么相信你这个年轻的东家呀 茶庄关门是因为我嫌茶庄的钱赚的太少了 我现在要跟乔小姐谈的买卖 可比茶庄赚的钱多多了 好啊 那让我考虑考虑 我现在还没找到住处呢 要不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 把自己安顿下来再说 是啊 乔小姐 你一个女子单身来到广州 安全是很重要的 不如这样吧 如果你不嫌弃 我可以安排你住在我新宅的客房里 那里一定是最安全的 新宅里只有我太太一个人住在那里 你看 合适吗 好啊 那跟曾夫人相处当然好啊 那就麻烦了 不客气 对 我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尽早的合作 来 合作愉快 多谢高老板 小茶壶 先送乔老板过去 我们随后就到 乔小姐 那你跟我来吧 跟我来 那 我就先告辞了 来来来 这边请 来 慢点 你觉得这个女人怎么样 精明能干 不过我怎么觉得 这女人眉目之间有一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阿弟啊 我们又不是看相的 不过我们现在缺的是买武器的钱 管她苦相福相的 也许你说的对吧 有位罗小姐让我问你 你的鞋合不合脚 鞋 对 。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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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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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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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请你赶紧把这一情况 报告顾问团 希望他们能够出面劝阻 现在商家和政府的矛盾 已经很激烈 我怕这样久拖不绝 正好给商团找到 扩充武力的借口 你看怎么样 万一北伐开时 我们学生军要开赴战场的话 整个广州城 就会控制到他们的手里 谢谢你们 你们考虑的很及时 不过现在北伐在即 顾问团的工作重心 在计划制定上 看 这就是我今天 刚刚拿到的文件 好 如此看来 我们不该给沈小姐添乱 是啊 是啊 没有关系 但现在 政府的财政压力真的很大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你们的建议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 放送 寒设比较简陋 乔老板在这儿要受点罪了 哪里 我们家的宅院还没这个大呢 那就是我太太 你太太真漂亮 她身体不太好 不便下来跟你打招 高太太身体不好 那你就应该多陪陪她 你说的对 强老板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爸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倒霉的军政府 要收这个铺底捐 凡是马路两旁 开设店铺的 都要捐脚 脚费高达两成啊 你说这做生意的 有不在马路两旁 开设店铺的吗 这不是所有的商家 都平白无故的 增加两成税收吗 行了 大哥 这事有什么好吵吵嚷嚷的 少安勿躁 陈孝和还不能出面 做这个事情吗 你也没看看 我这儿有贵客临门了吗 瞧老板 你真的搬进来了 高老板 盛情难缺吗 好好好 这就好 这就好 不行 我们跟他们干 可怎么跟他们干呢 诸位都已经到了 现在呢 我们广州商会决定出面 向政府 面成我们的苦衷 如果我们的利益 得不到保证的话 不取消那个统一马路 两旁物业权的办法 我们就号召罢市 对啊 对 就敢跟他们这么干 对 就敢干 还有那些地方军阀 浑水摸鱼 到时候损失的是我们呢 不要怕 我们有商团呢 像玉兰高老板 就未雨绸缪 在武器不足的情况下 组织了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现在哪一个军阀部队 赶到他那里去 惹事生非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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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是 我堂兄的态度 也特别坚决 由此影响了部分政府人士 经过他们的奔走 很有可能会最终取消 征收铺地税的决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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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给你钱是为什么 你应该清楚 要是拿了我的钱 帮不了我的忙 还挡我的路 我会让你知道 我们洋人的厉害 啊就不敢 啊就不敢 知道就好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你看 你带着他到处招摇 是为了防身吗 不是 防身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 这里边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秘密 我知道 到目前为止 我还算不上一个成功的人 但你要相信我 我已经掌握了财富大门的钥匙 太太 跟我走吧 我会让你成为 所有人都养护的女王 那你就尽快兑现你的花言巧语 让我彻底自由吧 好 各位啊 恕不远送啊 好好好 告辞 慢走 陈老板 您要是能够及时挽救局面 那这回大家对于陈氏兄弟就感恩戴德了 高老板 你不觉得届时最大的收获 不只是取消了这点关税吗 哦 那还得陈老板点拨点拨了 要想让政府让步 你说说该靠什么 靠的应该是陈会长的面子 还有那些政府的有识之士来回奔走 不 靠的是你 我 靠的是你我手中的枪 有道理 现在我们商团的实力足以震慑政府 只要我们抓住时机扩大规模 到时候整个广州城不都是 我真是希望这一天早点来啊 不要说整个广州整个广东都应该交给有识之士来管理 好啊 只要心里有数就行 记住 二十八号在这儿召开一个团务会议 内容嘛 先保密 好 云飞明白 告辞 慢走 好 那我就不送了 再见 好 嗯 叫什么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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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想跟我见面 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吧 月兰心小姐 你怎么知道是我 冷明目张胆都绑架一个白鹅 又这么有目的从我身上搜出这把枪 在广州城除了你余小姐还有谁呢 你倒是挺聪明的嘛 谢谢 可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聪明反备聪明物 不知道你听过吗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说出这个枪的秘密 要么就是马上去死 你舍得杀我们老朋友 你别忘了 你要杀了我永远得不到那把枪的秘密 你就要那么自信吗 人有远仇也有禁忧 我的禁忧呢就是由于你的掺和 Michael一而再地抬高那批枪的价格 让我完不成我现在的任务 所以我只能杀你 没有了竞争对手 我想我就能很快弄到我的武器了 真要是这样的话 你就更舍不得杀我呢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买那批枪 不就是为了让东江的陈九明 重回广州 阻止孙中山的北伐吗 可是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出征计划 和战略部署的话 不知道要顶得上多少枪支弹药啊 你能弄到吗 当然 不过 我现在在跟Michael谈一笔枪的生意 急需要一笔钱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 也许 于小姐可以从你的军火费用里 弄出那么一点点钱来给我用 那我就完全可以给你复制一份 不过 前提是 我得平平安安地离开这里 松吧 我们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好啊 我给你三天的期限弄到这份计划书的手抄本 要不然 后果你应该知道吧 当然 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可以办到的 我一定可以办到的 写什么申请书啊 我想进军校 所以我就写申请书了 哦 就提高了嘛 那好 那现在呢 我得问你几个问题 啊 什么问题啊 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黄浦军校 它的意义何在呢 黄浦军校意义 什么意义啊 因为啊 只有建立起我们真正劳苦大众的武装 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呀 对啊 我小茶壶就是劳苦大众啊 我从小在剧院里长大 擦桌子倒水 很辛苦的 哇 你看我写了半天了 我想进军校 你这是写字呢 还是画画呀 就你啊 还长本事了是吧 你现在到军校 也是添乱 喂 不是 快说 怎么样 喂 不是写的挺好的吗 最近高云飞和陈孝和 谈起过商团的事情了 嗯 沈小姐 我不能出卖兄弟的 懂了 我不会勉强你的 但是 我还是很感谢你 教会我很多道理 你放心 我知道我自己该干些什么 但愿如此 啊 对了 听说你在帮吴先生他们做事啊 呃 其实 其实 我是在帮他们家小姐做一点点小事情 因为 我欠他人情 嗯 小茶壶 我要提醒你 你已经陷入了两家复杂的仇院中 关键是要明白大师大飞啊 哦 我明白了 嗯 都是那个陈孝和让他走火入魔的 你帮我搞掉他的军火 这样云飞少爷才会清醒过来 好 看来我们这次的合作是真诚的 啊 我相信你 哈 而且我会向你保证 在这次的合作中 我不会伤害高云飞的 哇 太好了 这是你说的啊 谢谢 对了 嗯 你们那里是不是来了一个叫乔琪的女人呢 对啊 我也想问你这件事情呢 那个是吴叔叔安排的 你到时候剪辑行事吧 啊 不是说好了我帮你们做事情的吗 怎么又找别人了 是不是想要谋害云飞少爷 你亲口答应我不会害他的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怀疑我 对我不信任啊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在保护你 保护我 万一这次行动真的成功了 那高云飞不会怀疑你吗 让他怀疑好了 我怕什么怀疑啊 总有一天云飞少爷会知道 我对他的兄弟勤奋 我看还是有备无患吧 不过你要记住啊 你千万要保护好自己 笑什么 哦 我在笑 今天一天之内有两个女人都这么关心我 我是不是走桃花运了 还有谁啊 吃醋了对不对 我才没有吃醋 我吃什么醋啊 喂 不吃醋脸为什么这么红啊 你吃你的苹果吧 我告诉你啊 嗯 我现在可是青云瓷庄的庄主 以后你敢再这样不尊重我 我就对你不客气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为什么人一旦有了权利 就变得不可爱了 以前云飞少爷也是这样 现在你也是这样 不好玩 我走了 装主 姐 我这里有块手帕 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给我的 麻烦姐替我保管一下 千真万确 你弟弟进了高府之后 就再也没出来 高家人可是心狠手辣 我担心 怕是他全尸都保不住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罗小姐非常同情你 已经出钱为你输了身 高云飞她现在非常缺钱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大笔钱 你可以以做生意的名义 迅速接近高云飞 死即下手 你和那位罗小姐 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们肯定是你弟弟的朋友 因为 我们和你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 你的身份 罗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我来只是想提醒你 不要轻举妄动 我不允许你动高云飞一根毫毛 为什么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我会安排的 我只提吴先生给我的安排 你应该协助我 而不是威胁我 我不是协助你 我也不会威胁你的 因为我跟你根本不是一伙的 那为什么罗小姐告诉你那么多 因为 哎呀总之你别问那么多了 反正我不会害你的就是了 喂 这不是肖小姐的手卷吗 怎么会在你这儿 肖小姐 哎呀就是我们家太太啊 走 带我去见你们太太 恐怕不行 我 但是是高云飞要我和你们太太 多沟通多交流 你明白吗 那好吧 太太 乔小姐来找你 乔小姐 请坐吧 快给乔小姐倒茶 乔小姐 请慢用啊 谢谢 好那我走了 实在不好意思 要给你们添几天麻烦了 云飞的客人 谈不上麻烦 只是我身体不太方便 平常也不太行动 没办法照顾到你 实在是抱歉 看你说的 你先生对你很照顾我 他照顾我 嗯 是啊 他是很照顾我 我要感谢他一辈子 对了太太 我有个朋友 偷我打听一位熟人 据说是您府上的一位 年轻的帐房先生 帐房先生 嗯 我认识的不多 不过 可以让他们帮你打听一下 是哪位啊 他姓刘 叫 什么玉生 刘玉生 太太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过 你怎么认识这个人的 我也不认识 这是我的一位商家朋友 跟刘先生打过几次交道 托我问好而已 是 是这样啊 这手卷 这手卷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是这样的 我有个弟弟 一直跟在我身边 我很喜欢他 送过他一块一模一样的手卷 那你弟弟他现在 夭折了 命不好 是这样啊 对不起啊 不应该问的 没事 太太也需要休息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我就不送了 我给太太送饭来了 那你就赶紧给太太送过去 小心啊 这菜凉了 太太 我来晚了 你该吃饭了 你家老爷做人做得不错啊 没办法啊 他是爷 我没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什么办法 哦 对了 有件事情 你家老爷做人做得不错啊 我今天要提醒你啊 在太太和少爷面前啊 千万别提 留女生这三个字啊 他到底怎么了 他呀 他被杀掉了 为什么 他和你一样 做一样的事情被发现了 死得很惨的 到底怎么个惨法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你看到那个老宅的祠堂里 放着一面骨啊 那骨上的骨皮 就是刘玉生身上扒下来的皮做的 你怎么了 玉生 玉生借给你报仇 玉生 玉生 我先给你报仇 保重 保重 请进 哎呀 乔小姐你醒啦 我给你断粥来了 喂 乔小姐 你要注意身体 昨天你无缘无故的就昏过去了 很可怕的 我还在走廊的那头 听到你喊什么救命 报仇什么的 没有 你听错了吧 我觉得你还是注意一点 如果住不惯 就让吴先生招你回去 不行 我绝不回去 那好吧 那你 把粥先喝掉 来 谢谢你 那我就先走了 小茶壶 你平时注意点那个阿娇 他挺有心悸的 我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这你就别管了 高少爷 里面请 小茶壶 在这儿等着我 请 各位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团务会议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个会只能秘密地开了 好在大家想法比较一致 现在我宣布会议 现在我宣布会议决定 成立商团联防总部 我们要把广东所有的商团和城郊乡团联合起来 形成大联团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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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刚才大家的意见 现在宣布共同推举陈连伯先生为大联团的总长 广东的邓潔石先生 博山的陈公寿先生为副总长 我提个建议 我们也应该一起让陈老板 来做一个副总长 好 谢谢 谢谢各位的好意 我是坚决不做的 我只是想为我的堂兄和大家 干点实事 就担任干市长 好 那么请问 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要做准备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 要购买军线 筹建军火厂 要是有条件的话 我们还要购买巡逻舰艇 另外呢 我堂兄愿意出钱 组建商团军校 设立专门的军事银行 余小姐 怎么了 钱全输光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高云飞的账户也不让签单了 那就走吧 走什么呀 万一高云飞问我要钱怎么办 万一他找我爹怎么办 不行 我还得赢一把 你还真上瘾了 不要你管 你还有什么呀 我 我 我还有我爹的惊想 来来来来来 我继续压 小 压小 小 说实话 我堂兄十分看好你 今天呢 你也没让我失望 只要你 今后为我们商团出力 就是现在 有点吃亏 那等到将来 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您放心 我当然是明白的 我高云飞 绝对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投机的 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 正是我滋滋以求的 所以 我甘愿做商团的马前卒 像高老板这样 商团的中流砥柱 我们不依靠你 依靠谁呀 我堂兄啊 在德国又订了一批快枪 到时候 我先拨十支给你 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先谢过了 不客气 好 陈老板 我先告辞了 慢走 快见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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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说什么 少爷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小茶壶 是哪个冤鬼给你托梦了是吧 你疯了 少爷 我知道迄今为止 每一次跟你吵架 都是因为你杀人 而且你每次杀人都杀得那么狠 我 说实话 我每次都忍了 因为我把你当作我自己的大哥 我的亲兄弟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玉兰堂 花了很多心思 我知道你现在很累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 我 听到你这么说 我很欣慰 你还拿我当一个好兄弟 不过我告诉你 我不是随随便便杀人 但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要是犯了我 我高云飞绝对是加倍奉还 这是为了我自己 也是为了玉兰堂 可是越南堂已经被你逃空了 为了商团 你把茶庄私庄都停了 还把钱庄府邸抽新 现在还要动用船队 你刚才听我们开会了是吧 你找死了小茶壶 是 我小茶壶 目光短浅 可我知道 我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高架好 为了玉兰堂好 你可以不听我的话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鬼迷心窍了 你不信忠臣 你也把我杀了好了 小茶壶 我怎么能杀了你呢 我们俩是好兄弟 我还指着你做大事呢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不该管的事情你就别管 特别是不要去偷听 你要再偷听 我真的割了你耳朵 我问问你小茶壶 如果说有人愿意出一万个大洋 要我高云飞的命 你来杀我吗 说呀 你会不会出卖我 我小茶壶目光短浅 只要有钱证 什么事我都会做 你给我记住了 我们俩不管能交往多久 今天的耳光就是对你的警告 从现在起到码头扛包去 想明白咋回来 我给你的东西 出手了没有 出手了 不 没有 我的意思是那个 已经找到买家了 现在还在过户 还没付钱 什么 什么都能拖 就是军饷不能拖 给你两天时间 把钱给老子拿回来 否则的话 你提着人头来见我 哼 高老板 你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借我一点钱 方公子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你有一代警 你怎么这么着急 那金子 我全输了 那可是我爹的军饷 要是让他知道 我就死定了 其实我借给你钱 也无所谓 但是 你那袋金子 至少要值五万大洋 那可是我们玉兰堂 一天的开支 这么多的钱 我怎么白给你 高老板 你家大业大 也只有你能帮这个忙了 你要是不帮他的话 方少爷今天可死定了 再说了 虽然钱多了点 但是还能靠以后的生意 慢慢补不上吗 对 余小姐说的对 高老板 你只要帮我这个忙 我以后跟你做生意 我什么生意都给你做 那好 方公子 你告诉我 这些金子从哪来的 这个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我爹和一个去过云南的外国人谈点生意 然后就多出这么一点金子 之后这外国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真的 只有这么一点点 不如这么办吧 你介绍我和你爹认识认识 你欠的钱 我先替你爹认识 我爹认识认识 见我爹 不行 那绝对不行 这么点事你都办不到 你忘了你的军响了吗 军响 好 好 我答应 但你总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总得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方公子 我们一点都不用着急 来 合作愉快 谢谢高老板 谢谢 云飞少爷 这玩笑开不得 亚历山的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你背着我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 我没有啊 你听说什么了 我还用听说吗 我自己有眼睛不会看吗 啊 你 你看到什么了 你可别误会啊 我可没误会 你自己看看 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才叫枪 快枪 我给你那么多钱 你给我什么 烧火棍子 您说的是枪啊 我们之间除了枪以外 还有什么误会吗 没有 没有 我的意思是 其实我弄到每一把枪 都冒着很大风险 你去黑市打听一下 能弄到像您说的 这么个烧火棍子 已经很不容易了 杨丽山的 我是一个商人 你千万别让我看到 我现在看到了就有比较 你那些枪能跟这个比吗 是 你这枪哪弄来的 我从哪弄来你就不用管了 我现在就问你 这种枪你能搞到搞不到 如果搞不到 咱们就不用再交往了 能啊 但是 您得给我时间 我去找朋友 尽快给你答复好吗 杨丽山的 我的时间和耐心都是有限的 不过 我要提醒你 这枪要是越好 这价钱也就越 我都说过了 我有的是钱 而且我有好的合作伙伴 只要你的枪好 钱根本就不是问题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那我 现在就去想办法 告辞了 那一年 那一年 害怕依旧 那一年 淡了相仇 攒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走 欲欲欢休 那一杯 怨怨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愁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的 苦水难受 仿佛下的 海棠依旧 到不尽的 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赔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赔不到我的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